民宅鐵皮屋頂因為裡頭悶燒 濃煙不斷從屋頂和窗口竄出 附近住戶看到發生火災 趕緊互相通報 火是不是之後有竄出來 有有有有就90右射就開始這樣 趕快叫大家趕快出來 由於現場巷弄狹小 消防車不易進入 消防隊員拉水線進來灌救 當時屋主爸爸看到三樓倉庫 裡頭的雜物起火 趕緊抱著四個月的小嬰兒逃出 消防隊到場時 民宅頂樓已經全面燃燒 由於巷弄裡是連動的民宅 火是沿著鐵皮屋頂 延燒到隔壁 人員撤離是總共撤離了四戶 然後總共六個人 火警發生在早上七點二十分左右 警銷到場四十分鐘之後控制火事 總共有三戶民宅跟兩間空屋 被大火波及受損 警銷撤離六位民眾 幸好沒有人受困 情火原因還要進一步調查 華視新聞 黃蓮輝 楊宗宇 台中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